假设XY为1于1的正实数 下列何者是正确的 第一小题的部分 以根号X为底的log根号Y 会不会等于以X为底的logY 我们将根号的部分写成1分之1次方 所以底数就是X的2分之1次方 真数是Y的2分之1次方 接着我们把2分之1次方全部都往前搬 底数的写在分母 真数的写在分子 那剩下的以X为底的logY再抄上来 前面的系数是等于1 所以它就会等于以X为底的logY 所以A这个选项是对的 那再来B这个选项呢 logY分之1为底数 logX 这样会等于什么 我们将底数Y分之1改成Y的-1次方 那-1次方往前搬变成-1分之1 好 所以我们会等于负的 以Y为底的logX 和我们前面题目的以X为底的logY是不相同的 所以B是错的 好 再来C的部分呢 我们直接看 它的帧数 帧数是-X 以10为底的log-X的平方 在这边呢 以10为底的log-X 这个-X的部分 本身X是一个正的数 那经过负号之后呢 这整个帧数的部分就小于0了 所以它完全的不符合于对数的基本定义 所以C是错的 好 那再来D这个选项呢 它是不是很标准的logA加上logB 等于logA乘B 那它呢故意把乘的跟加的位置写成不一样 好 所以D呢 这个选项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要选择A face it 嗯 走 哦 佳 嗇 嗇 哆 鸟